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上一代雷灵由于名气不够高 或是受到自家兄弟卡罗拉的影响太大 导致市场表现一般的话 那么基于TNGA架构的全新雷灵可就非常争气了 不仅将月销两万台变成了常态 甚至有时能和卡罗拉打个有来有回 变革性的外观设计使得很多年轻人重新对雷灵提起了兴趣 锋利的灯组 动感的造型 这样的雷灵完全颠覆了此前的形象 虽说外观见仁见智 但我个人认为它确实比上一代好看了很多 雷灵的车内并没有外观这么富有激情 依然是中庸且居家的设计路线 但是它和RAFO存在相似的问题 那就是中控屏幕的凸起略微有些高 一定程度上会对驾驶员的视线造成影响 在安全配置方面是雷灵的一大优势 除了功能全面能够接近L2级别驾驶辅助系统的 丰田TSS制行安全系统之外 雷灵还全系标配8个安全气囊和胎压监测功能 空间表现上放在这个级别中规中矩 后排中间地台略有凸起 相比上一代几乎全屏的地台有一些退步 动力上雷灵搭载1.2T发动机 116马力 185牛米 匹配可模拟时速的CVT变速箱 虽然排量不大 绝对动力也算不上多强 但得益于最新的TNGA架构 这一代雷灵一改此前沉闷的驾驶感 在操控上获得了更多乐趣 而且双循环直喷的设计 也让这台发动机拥有极佳的燃油经济性 如果你在油耗这方面还有更苛刻需求的话 那还有价格并没有贵多少 但更省油的双晴版可以选择 实测百公里油耗只有4升左右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辆 本田思域 动力澎湃 没有短板 神车思域的地位不用我多说 八代思域进入国内以来 一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紧凑型轿车 如今第十代车型更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就运动的外观 在中期改款之后 欲驾张扬 尤其是车尾的中枢派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哪个性能车呢 本田家族风格从外观延续到了车内 思域的内饰设计显得立体感很强 层次分明 液晶仪表的造型和它动感的外观很搭 不过7英寸的中控屏幕面积并不算大 同时它不够完善的车机系统 要提出一些吐槽 甚至不支持CarPlay和CarLive 好在Honda Sensing安全超感系统 为它扳回一局 车道保持 主动刹车 并线辅助 车道偏离预警等等功能 一应俱全 在动力上 无疑是思域最大的亮点 除了低配1.0T三缸发动机 它高配车型的1.5T发动机 拥有177马力 给了它在同级别傲视群雄的实力 虽然在加速上非常爽快 但思域并没有一味追求运动 偏向舒适的底盘调校 让驾乘感更符合一辆家用车的标准 同时搭配的CVT变速箱 也让加速过程比较顺滑 在空间表现上 和雷灵卡罗拉等车型相差不多 也保持了比较良好的乘坐感受 那么提到运动 我们再来看下一款车 马自达三昂克赛拉 真正的驾驶者之车 如果说追求运动的思域 还为家用保留了一些余地 而马自达三昂克赛拉 可就一点都不妥协了 单单从后排空间 就能明显地看出 它和对手的差距 当然它好像也并不太在意 后排乘客的想法 来自魂动2.0设计的全新外观 依旧有着不错的视觉冲击力 同时对于细节精雕细琢的心思 让全新马三看上去非常的精致 凌厉的车头彰显的感觉更加凶狠 简洁紧凑的车尾 让动感展现的恰到好处 优秀的质感同样出现在车内 除了更高档的用料 全新马三的车厢设计和布局 相比老款也有了显著的进步 整体以驾驶员为中心 强调驾驶乐趣 简单和谐的氛围 很有日系的味道 一点都不浮夸 7英寸的液晶仪表和8.8英寸的中控屏幕 尺寸一般 但位置和高度都刚刚好 驾驶员能够非常轻松的读取所有信息 另外 空调控制区域和多媒体控制部分 都由按键和旋钮进行操作 有利于盲操 便捷性不错 动力上 1.5升和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 和一众涡轮车型比起来 从绝对数值上显然没有什么优势 但配合上它的6AT变速箱 那种行云流水的换挡感觉 和绝妙的默契程度 真的是无可比拟 再加上紧致的底盘和相对短小的车身 开起来真的驾控感十足 这个时候感觉牺牲的那些后排空间 好像还挺有意义 另外据相关消息称 马自达在后期会引入那台黑科技加持的压燃发动机 如果对动力有更高需求的小伙伴 可以期待一下哟 接下来是一台居家必备的良品车型 日产轩逸 有谁能想到 以往有着油腻大叔代名词的日产 也在新的时代换了一副模样 全新轩逸的到来 紧跟全新天籁的步伐 更加注重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不得不说 颜值真的不低 内饰同样失诚天籁 但和性格鲜明 激进动感的外观相比 看到这个内饰 会让你觉得 这样温馨舒适的氛围 还是回归了传统日产居家的形象 再配合一如既往软和的日产大沙发 嗯 有那味了 中规中矩的仪表盘样式 中规中矩的中控屏幕尺寸 中规中矩的后排乘坐空间 一切都是那么平淡 但又是那么协调 或许这就是日产吧 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亮点 比如三幅式的平底方向盘 以及三个圆形的出风口 另外它使用的脚刹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不够方便 但实际上 如果操作流畅的话 是要比手刹更加顺滑的 因为你可以在停车时 用右手熄火 左脚同时踩下手刹 方便利落 动力方面 涡轮是别想了 全系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139马力的动力 让你无欲无求 搭配CVT变速箱 更加给你带来佛系的驾驶感受 可能这就是家用卖菜车的 终极傲益吧 另外 轩逸的全系车型 在价格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毕竟是真金白银的差距 对消费者还是有不少吸引力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台 口碑良好 性价比高的大众宝来 即便早年入华的宝来 在德元朗的强大冲击下不复当年的辉煌 但凭借品牌号召力和不错的口碑 依然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更有德味的外观设计 赋予了它一种特有的质感 并且在视觉效果上 宝来也更加年轻运动 极具大众特色的内饰风格 有一些商务范 平直的线条处理得当 虽然谈不上有多好的新鲜感 但也绝对挑不出毛病 钢琴烤芯面板和拉丝金属的试条 搭配起来也呈现出不错的档次 做工也值得肯定 不过这些硬质的材料 摸上去的感觉就一般了 仪表的造型同样传统 不过8英寸的中控屏 支持了CarPlay和CarLife 界面和操作也都简洁易用 另外宝来全系标配LED大灯 电子手刹以及Auto Hold等等功能 同时它的后排空间也是一如既往的大 绝对是同级别中优秀的存在 在动力方面 宝来的选择也比较丰富 提供1.5自吸 匹配5速手动或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以及1.4T 匹配双离合变速箱的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宝来的指导价看上去并不低 但目前动辄3-4万的优惠 使它的性价比大幅提升 想想还是挺划算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 5款合资品牌紧凑级轿车 是不是都是你们纠结的车型呢 最后我们给到一些选购建议 如果你注重后排空间 以及喜欢大众的品牌 那么宝来绝对是首选 想要外观时尚运动 并且看重燃油经济性的朋友 全面且均衡的雷灵将会很适合你 如果在生活中你希望有一点小激情的存在 喜欢驾驶 那么思域和马三肯定会为你带来想要的乐趣 不同的是思域追求动力 而马三追求整体的操控 至于那些把舒适性放在首位 追求佛系价值的朋友 闭着眼睛买轩逸就对了 好吧 其实今天这几位参赛选手中 他们的性格非常鲜明 在不同方面也各有优劣 而在本质上也是分别对应了不同消费群体 只能说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汽车洋务圈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